那个快一下那个证明 我有快一下证明 现在开始进入环南市场 必须要出示PCR的阴性报告 没有带PCR报告 也要秀出当天检测完拍的照片 再进行登记 才可以卸货进入市场里面 执行第一天就有摊贩 还搞不清楚状况 我们没有证明 不能进去 有厂商因为不知道需要阴性报告 因此没有检测 这些比人还要高的货物 只能带回家 进入市场严格管控 就是因为市场专案仍然有零星确诊 8号摘出的这个旧例 它其实在5月份就已经确诊 不过再一次衰减 它的PCR依旧是阳性 因为确诊案例17号隔离之后就能出关 虽然他的CT值高判定全染力低 但并不代表没有传播可能 今天早上跟王毕胜执行长开的会 其实就是在讨论说还有没有再筛减第三次 那因为昨天发现的三位案例呢 有两位是在二楼的摊商 所以我们今天有讨论 五天后也就是下个礼拜四 我们会再进行二楼摊商热区的筛减 现在只能透过筛减再筛减 不过现在还有这个案例 北市也要特别公布 那这两个足迹主要是这个确诊者 他在这里超过的时间超过15分钟以上 那因为这两个场 因为我们也都有通知 也都有过清销 一个零星个案持续 一边批发市场黑数揪不完 北市疫情多头烧 TVB新闻约翰罗采薇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